欢迎回到台式晚间新闻 萨尔瓦多在9月初成为全球第一个 把比特币列为是法定货币的国家 引来正反两极论战 比特币的交易虽然很方便 但是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 挖矿会消耗大量能源 对此萨国总统承诺 会利用火山地热开采比特币 而现在他也说到做到了 比特币法案上落一个多月 萨国第一座地热矿场已经正式启用 货币屋里三百台电脑 全天后持续运作 透过运算解谜 为比特币网路验证交易 验证成功就能获取手续费作为奖励 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挖矿 这也是萨尔瓦多第一座 以地热发电的比特币矿场 为在东南部一座地热发电场内 能量来源是附近火山产生的热能 萨尔瓦多9月初成为全球第一个 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商店不得拒绝民众使用比特币付款 只要透过手机和网路就能进行交易 对于金融服务不普及的萨国而言 可说是以大福音 但挖矿会消耗大量电力 成为比特币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力推比特币法案的萨国总统布格雷承诺 会善用境内丰富的低的资源进行挖矿 尽管说到做到环保团体人不买单 认为政府要是有能力提供便宜的再生能源 应该优先用在家庭用店 提升一般民众的生活品质 陈维任编译 感谢观看